今天呢比较要注意的是这个中部以北啊 在南部来看到屏东县临边乡 每次碰到大雨一定淹 虽然台美台风还没有影响南台湾的天气 但是国军一大早还是进驻了临边 帮居民来堆沙包防台 这么积极这么主动啊 让有些人啊可能多想了一下说 是不是因为洪仲秋的事件 军方形象跌到谷底了 想要借着这个台风来帮大家先防台 驳回亲民的形象吗 军方说没有想这么多了 顶着大太阳一缠一缠把沙子装进沙包 台美台风还没对南台湾造成影响 不过国军21号一大早进驻临边乡 填沙包堆沙包忙得不可开交 堆好沙包到大排水沟旁 努力填好缝隙 临边乡每逢大雨就会淹水 不过还无风无雨 国军提早进驻 在洪仲秋事件国军形象跌到谷底之后 这次防台异常积极 在大太阳下防台装填了2000个沙包 阿兵哥好像把防台当演习 灰汗如雨 很少看到国军这么积极 居民议论纷纷 都猜想国军是要借此挽救 跌到谷底的形象 是没有我们依照居民的需求 如果帮居民的话是应该的 也没有说特别的如何这样 不过军方回应 上午派出72名阿兵哥到临边 帮居民防台 是否跟挽救形象有关 没想这么多 但根据了解 临边相公所为了怕大雨造成灾情 也向国军申请了支援 红仲就被操到中暑暴毙 这些国军一样在大太阳下做防台 为了国军形象 基层阿兵哥 辛苦了 最近我们赛中讯 SNG小组 评论报道